风水到底是迷信吗? 风水是一种信仰吗? 有的人说,风水是你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 这是真的吗? 大家好,我是拿渡郑伯健 DAC 风水百真正 第一期正式起播 这个节目是为了把正确的风水知识 和实用的风水贴士分享给大家 最重要的是,每一集都会简单易懂 就算你从来没有学过风水 也能轻易掌握风水的技巧 风水是迷信吗?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些人认为,风水看不见又摸不到 所以认为风水是一种迷信 这到底是真的吗? 如果看不见和摸不到,那就是迷信 那你认为 Wi-Fi 无线电波 蓝牙连接 是因为迷信才存在的吗? 当然不是的 其实,风水虽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智慧 但也是一门非常科学的学问 绝对可以用科学角度去分析和解释的 风水讲的是气 也就是能量之间的关系 包括宇宙中太阳系和地球上的能量交接 以及防止周遭各种能量和气场对人的影响 所以在古代 风水被称为勘与学 就是观察天与地的学问 这一门学问在古代甚至只有皇帝能够用 而且并视为帝王之术 好的风水能帮助你冷静思考和分析 做出正确的决定 也能提升你的体力 精力和行动力 还有让你的情绪保持安稳 换句话说 就是增强你的成功基因和能量 那我们要如何知道自己家的风水有没有问题呢 除了让专业的风水师到现场检测 还有一个方法做初步的判断 就是看看自己或者家人有没有以下的这些状况 第一 缺乏动力 做事总是提不起劲 第二 经常小病缠身 第三 容易暴躁 没有耐心 第四 事业不顺 诸多阻碍 第五 感到迷茫 逝去方向 第六 家人们常吵架 家无宁热 如果有以上的情况 那极有可能 你家里的风水出现了一些问题 需要开始重视了 现在 马上进入第七的主题 一间房子的风水 是要从哪里看起呢 是先看大门吗 是房间 该不会先看厕所吧 我常教我的学生和观众 一间房子的风水好不好 我们一定要先从大门看起 在风水里 大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门是家人和气场 进入房子的入口 是一间房子的纳气口 就好像我们人 需要用壁纸吸入氧气 一样重要 一个好的大门 能让房子纳入外面的吉祥之气 能够把外环境的气场和房子连接起来 当然 前提是大门 要设置在吉祥的工位 在风水上 能够为你招财的大门 需要符合好几个条件 今天 我先教大家几个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 干净明亮 你们试想想看 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大门前昏昏暗暗 连路都看不清 同时又堆积了很多杂物 一不小心 就跌上了脚 到时候 进入你家里的不适财气 而是发脾气 第二 门要大小失踪 太大或太小 都不理想 在面相学里 脸太小 而嘴太大 又或者 脸太大 而嘴太小 都是不好的面相 会非常影响一个人的龙貌 所以 一个大小失踪的门 对家居风水 非常重要 千万别以大门越大 就能纳入更多的财气 这是错误的观念 难道说 嘴巴小的人 就要整容成大嘴巴 才能发财吗 当然不是的 门的大小 要以物质的面积来做对比 简单来说 房子比较大的话 比如半独立室 或独立室洋房 可以做双门 比较小的话 比如排屋或公寓 最好使用单门 如果门过大或过宽 就会造成吉祥的气场 并无法聚在家里 就容易散气 导致钱财外泄 以及人丁不拒 那如果门过小的话 则会让家宅难以纳入 吉祥的气场 加上 现在人习惯性 长时间把门关上 更加导致气流必塞 气场不通顺 这样的房子 怎么可能会有好风水呢 有好的大门 就能纳入好的气场 记得点赞 订阅及打开小铃铛 也把这一节的视频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他们也学会 大门的基本条件 风水百阵阵 教你大学问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